接下來帶大家吃好吃 您看畫面知道今天吃什麼嗎 這個是盧曼料理 在苗裡有一間餐廳 把盧曼切塊腌制三個小時之後 下去油炸 做成的是鹹酥盧曼 另外您看到屏東 現在正在用這個醬汁 把它給塞滿了 這個就是三杯盧曼 這也是先油炸 爆香大火快炒 變成了三杯盧曼 這特別有韜客 從台北南下來品嘗 吃的都說不需此行 把切塊盧曼加粉 醬油和鹽巴 用手抓一抓 再到米酒調味 放三小時醃漬 油炸起來 那個甜分都把它包在肉裡面 屏東也有一間賣盧曼料理的餐廳 盧曼現撈給你看 要做成三杯口味的 盧曼加蒜下去油炸 好了先放一旁 接著鍋子再用醬油 把薑爆香 大火翻炒油炸好的盧曼 最後加上九層塔 再炒一下倒進砂鍋 老闆說三杯盧曼很關鍵的做法是 一定要先油炸 先炸過來 它會比較結實 苗栗的鹹酥盧曼和屏東的三杯盧曼比一比 鹹酥盧Q彈香甜 三杯盧曼新鮮肉炸實 民眾喜歡哪一種盧曼料理呢 套客用四字成語形容屏東的三杯盧曼 和苗栗的鹹酥盧曼有多好吃 華視新聞王善 吳兆清 中孟和楊宗穎 苗栗屏東報導